大家好 这节课和大家分享如何选择主机 这节课的内容会有点长 内容会比较的乱 特别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同学 如果第一遍没听懂的话 可以听第二遍 因为里面有很多新的词 可能对于你来说比较陌生 第二遍要是再没听懂 可以来第三遍 我先说说什么是主机 这个主机又叫虚机 又有叫空间的 它是虚拟主机的简称 然后你也许会听过VPS 又听过阿里云的ECS 还听说过服务器 还听过云主机 还有共享主机等等 没晕吧 我们继续啊 这些所有的词 而其实就是一类的东西 只不过比较细分 它里面也有很多是相同的东西 先说说什么是网站 网站呢 其实就是一堆文件 如果动态网站呢 还要再加上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是一个SQR的文件 它里面都是一些文本的东西 网站的文件一般都是HTML 或者是HTML结尾的文件 这是属于静态文件 还有是.PRP的文件 这是动态文件 还有.CSS和.GS文件 这个一个是样式 一个是GS 就是JavaScript 这些文件通通的打包在一起 就组成了一个网站 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WordPress 它其实就是一个网站 也是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空的 但是可以独立的运行 再比如我们下载的 这个比方说某个主题的主题包 解压缩出来的那些东西 也是这些文件的一个综合体 但是它不是独立的 单独你运行这个包 是没有任何用的 没有意义 它只有放在WordPress的一个目录下 它相当于是 WordPress的一个子的东西 它基于WordPress之上 WordPress加主题 它才能够完美的 或者是正常的运行这个东西 网站的文件 是以文件的形式来存在的 数据库并不是 以文件的形式来存在 数据库 它在我们的客户端电脑上 是以SQL文件来存在的 但是真正用的时候 需要把它导入到 那个远程的空间里面 有一个数据库里面 才可以用 接下来我们说空间 网站的这些文件 还有数据库 它是怎么能运行呢 这是需要一个环境 或者是一个平台 把这些文件数据库 都放到这个平台上 这个程序它才可以运行 我们才可以看到它的前台 和进入它的后台 那这个平台呢 我前几节课说过 有的人是本地环境 那么本地环境就是 我们把自己的客户端电脑上面 装一个环境 让这些文件来运行 下面我要说的呢 就是远程的服务器上 有这些环境 我们把网站文件和数据库 放到这个远程的服务器 或者是空间上面 让它来运行 这样呢 不光我们能够访问得到 这个网站 那么别人也都可以 访问到这个网站 空间的主要作用是 存放网站和运行 另外就是存放数据库 关于空间有一个属性 是Windows的还是Linux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 Wordpress网站 它用到的是PLP语言 PLP语言 最好是配合Linux环境 当然Windows环境 也可以运行PLP 但是这种方式 不如Linux来得直接和有效率 关于Windows还是Linux 我给的答案是Linux 首选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是买大陆主机 还是香港主机 美国主机 日本主机 到底该怎么选 这个要看你的用户 就是访问网站的 这些人在哪里 如果这些人都在大陆 那么首选就是大陆的主机 这时又来了一道选择题 是选备案主机 还是免备案主机呢 大陆的所有主机都需要备案 没有备案不让接入的 备案的时间也不均等 北京这边一般需要一个月 快的20天 上海那边一般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如果我们不想备案 使用免备案主机 那么首选香港 因为就近原则 香港距离我们是最近的 比美国呀 日本呀 都要近 访问速度都要好一些 但是这个访问速度和稳定性 绝对不如大陆主机 大陆的主机有很多品牌 我用的也不多 用的最多的就是阿里云 一般情况下 阿里云那个最便宜的 现在是298块钱 今天我看已经涨到五个G的空间了 以前是两个G 还是挺值的 298啊 拿它来练练手 做个小型网站 运行是不成问题的 阿里云也有一些 七八百块钱起步的那些虚拟主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带宽只有一兆 太小了 如果选那个的话 我建议升到三兆 或者是四兆的带宽 会让你网站的速度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一兆呢 很凑合 就是在打开网站的时候 特别是图片会加载特别慢 你能看到那个图片的加载过程 看上去会很累 国内其他品牌的虚拟主机 我用的真不多 甚至很多都没用过 在此没有发言权 不过我给大家出一个主意 购买之前一定要问清楚 是否可以退 是七天可以退 还是一个月可以退 我感觉中国很多的主机 包括阿里云 在这个支持新技术方面 比较的落后 我担心有的 wordpress的主题 对于主机的要求会比较高 你买那个环境或者主机 它有可能是比较落后的 或者是很多功能支持的不够全面 造成不能安装插件 不能导入 什么的这些问题 到时候可以退掉 回到刚才的问题 如果你的用户在美国 或者是在欧洲 我建议选择美国的主机 这时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管理员 在中国 在大陆 我们去访问这个美国的主机 速度是很慢的 我们作为管理员 要修改网站 上传图片 这些操作是比较频繁的 我们操作会很慢 通常需要加一个VPN 这样能确保一下 速度的稳定性 我做过几个这样的网站 服务器在美国 如果不加VPN的话 简直 时时刻刻会崩溃一样 如果有需要VPN的 请给我留言 是收费的 不过价格不贵 稳定性还可以 关于主机 还有最后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虚拟主机 还是选服务器 这个虚拟主机 只能放一个网站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网站 叫A域名 它是访问的这个网站 我们也可以 B域名也指向到这个网站 C域名也指向到这个网站 但是ABC 三个域名 指的都是同一个网站 其中有一个域名为主 另外两个域名 是跳转过来的 阿里云上面卖的虚机 或者是虚拟主机 都是这类的东西 阿里云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ECS 这个呢 是一个云服务器 相当于是一台服务器吧 因为在上面 我们可以给它换系统 给它搭环境 装软件 它有一个远程桌面 可以远程控制 这种ECS服务器 可以创建很多站点 比如说刚才那个 ABC三个域名 可以指向三个网站 也就是说 相当于 ECS服务器 上面创建三个目录 用于存放三个网站的 站点文件 又有三个数据库 那么三个域名 指到三个不同的网站 都不一样 虚拟主机和服务器 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就是流量 一般虚拟主机 都是限流量的 它的一些资源情况 都是被限制住的 用于一些 比较小型的网站 流量并不是很大 如果一个运营的网站 或者是做活动的网站 建议选择服务器 就是那个ECS类的东西 ECS服务器的价格 会比虚拟主机高不少 另外 虚拟主机基本上是免维护的 就是主机维护 是不需要的 ECS服务器是需要维护的 因为它是一台电脑 在电脑上需要装软件 就是装这个环境 还要需要去配置 还要装一些安全防护的东西 如果是Windows服务器 还要定期打补丁 这些工作在虚拟主机上 是不存在的 当然这些工作都是要做 而是阿里云的技术人员在做 不需要我们用户去做 ECS服务器是租给我们用户来用的 这些都要我们用户自己来完成 如果选择ECS服务器 接下来又会遇到一个新选择 那就是公共镜像 还是镜像市场里边的东西 阿里云ECS这类的服务器 它提供的是一台 接入网络的空电脑 我们做的WordPress网站 它是需要一个平台给予支撑的 那么这个平台要包括 PSP MySQL数据库 还有FTP上传软件 还有Apaq或者是Nchix 这些东西 ECS上面通通都没有 需要我们来安装 但是我们又不会安装 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购买阿里云ECS服务器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它的公共镜像库 这里面有不同的操作系统 它会配置好这些东西 但是它所提供的这个 只能用于单站点 也就是说你只能放一个网站 也就是说第一种 很多域名都指向同一个网站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多站点的 不同域名访问到的是不同网站 那就需要从阿里云提供的 镜像市场里面找一家 用它的 这种的服务呢 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可以从百度去搜一下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程序 这种程序软件 它包括这个平台 又能够建立多个站点 并且管理 在这儿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不管选择阿里云市场里面的 多站点供应商 还是从互联网上找一家 一定要找到那种 有技术支持的 以后需要调个什么东西 它免费也好 付费也好 它能够帮咱们来调 说完国内的 再说说国外的 国外的主机 最常见的是Goddaddy 还有那个Blue House的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 这里面数那个Goddaddy 名气最大 价格呢也不贵 不过我不建议大家选它 能不选它就不选它 我有一些学员用过它 麻烦比较多 感觉它限制比较多 不是很厚道 Blue House的会好一些 Blue House的有中文站和英文站 不建议大家从中文站购买 直接奔它那个英文站购买 那个Avada主题推荐的 就是这个Blue House的 中国叫虚拟主机 国外叫hosting H-O-S-T-N-G 还有一种叫VPS 可以理解成为 它是阿里云的ECS 另外每个主题 都有它自己推荐的主机 当然也可以用这种通用的 主题推荐的主机 一般都在说明文档里 回到这节课 刚开始的那大段字 虚机是虚拟主机的简称 也就是空间 它们三个是一个东西 VPS和ECS服务器 这三个可以理解成为 是一类东西 云主机 共享主机 有点云的东西 这种的可以把它 归到虚拟主机内一个里 最简单的说就两种 一种是单网站的 这种虚拟主机 另外一个是 可以远程管理的 这个服务器 简单的理解就这两种东西 关于主机空间这块 也啰嗦了半天了 希望大家能明白 如果不太明白 还是从头再看一遍吧 有什么新问题 大家给我留言 这节课就到这 下节课再见 拜拜